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出球快訊 週三的凌晨 歐國外分組賽繼續進行 支組中塞爾維亞將與黑森短兵雙接 雙方手循環交鋒前者就兩球員勝對手 如今雙方迎來生死戰較量 助陣主場的塞爾維亞奇特雙殺對手 2024歐洲國家杯外圍塞爾已經接近尾聲 部分分組已經產生出線的球隊 而支組中 出線名額依然懸疑未決 匈牙利五戰績13分機會最大 而衛列次席的是六戰績10分的塞爾維亞 第三位則是五戰績8分的赫山 這三隊將是出線的業門 而今將將是其中兩隊塞爾維亞和赫山之間的較量 由於匈牙利領先優勢相當明顯 大概率拿下一個出線席位 而塞爾維亞和赫山爭奪之戰就即將無比激烈 塞爾維亞指面實力明顯在赫山之上 不止球員來自五大聯賽球隊 而隊內進攻之處無異是已經去沙地積 淘金的阿力山大米·杜維 他在84次國家隊出場中攻入55球 球隊之前三比一戰勝立桃園的比賽中 阿力山大米·杜維就上映了帽子氣泛 甘普在此面對曾擊敗過的赫山 塞爾維亞複製勝利並不出奇 由於支組中目前一個出線名額都未有決出 緊踢了五場的赫山絕對會全力爭勝 只要今將戰勝對手 他們就能反超成為排名第二的球隊 回顧赫山分組賽戰績戰況 他們面對藥女時坤有斬莫 而對陣匡亞利和塞爾維亞時則全部吃白果 從陣容構成來看 赫山來自五大聯賽球隊的球員少得可憐 面對強敵都只能踢防守反擊 值得提及的是 塞爾維亞在支組中兩場失利坤系拜匡亞利所持 其他球隊無法在他們身上全取三分 今次次循環再戰塞爾維亞 赫山敗局難逃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複雜 我們 seja todos